这一段我们要好好解释一下 我们先看字迹解收 794页 孟子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他整个经文是这样的 是在孟子静心篇上 孟子曰 求者得之 舍者施之 是求有益以得也 求在我则也 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 是求无益以得也 求在外则也 这一段 孟子讲的意思白话是这样 就是你想要求 就可以得得到 但是你如果放弃了那个舍就是放弃 放弃了 他就不见了 他就失去了 孟子讲说这种求 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是求有益以得也 求在我则也 那就只要的 要求的这个 动力在哪里 在你自己 我就是你这一段心 那么孟子都在讲圣贤教育 他不是叫你怎么去赚钱 怎么去争民夺利 孟子不会教这些东西 那孟子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求者得之 孟子告诉你是求道德仁义 我们佛法上讲 学佛人家求智慧 那么孟子的意思是说 你想要求做金子 你想要求做圣贤 你想要求得智慧 求得之 这些你都可以得得到 这个如果用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 因为 道德仁义 聪明智慧 都是我们 自信的信得 本具的 就是六子大师说的 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本自自主 他是本自自的 佛有我们也有 再胜不争再凡不减 所以心经里面讲说 不过不净 不生不昧不争不减 所以这个求者得之就是 你只要 去精进用功 你只要去 积功累得 我们佛家讲 修得有功 信得方贤 那么你一定可以得到 其实这个得到也不是说 去外面得一个道德仁义进来 或说去外面得一个智慧进来 如果你是去外面得一个道德能力跟 得一个智慧 那叫心外求法 那是外道 那不叫做求者得之 聪明智慧 你只要法布施就可以得到聪明 就可以得到聪明智慧 你只要财师就可以得富贵 你只要 无畏布施就可以得健康长寿 得健康长寿 得聪明 得财富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这个呢 等一下我们会讲 怎么去做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 孟子讲的这个求者得之内 是指道德仁义 我刚刚讲过孟子不可能叫你去求 明文立养 那他一定叫你去求什么 求圣贤的智慧 那这怎么求呢 求者得之 你只要去 我们佛家讲你只要 禅宗里面讲直下会起 你就直下承担直下会起 你借修德显信德他就恢复了 如果按照佛家的次第 你先破见师后 破我执 正阿罗汉 那就出三界了 你就得到内盘 你就不受后有了 那你破成杀后 破法词 那就证得菩萨了 你再破一品根本无名 那你就分正法身 那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 那你自信本纪的 这个三德秘藏 法身德 剥落德 谢多德 他就现前了 你就恢复了 所以学佛他不是说去外面得什么 他就从零度到三百六十度 刚开始是什么 是见山是山 我们学佛怎么样 要怎么样 就是你刚开始 明了这个世间五一六成 你明了这些 财色明十岁 所以你那时候还没有觉悟的时候 你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等到你能够慢慢觉悟以后 你能够有空观的智慧的时候 你知道是 因言和合希望有生 你有这个空观的智慧的时候 那见山不再是山了 见水不是水 你就能够看清楚真相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 你有假观的菩萨的智慧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等到你见山还是山 见水还是水的时候 你入中观 你已经从零度绕到三百六十度 你的心境完全不一样 你见山 见山是山的时候是迷在山 见山不是山是可以放下 但是见山还是山的时候 你就入中道 第一地了 你就入伯若法门 这个时候你的信德就恢复了 就波影见异了 所以呢 其实按照佛教的角度 其实也没有德 你是恢复而已嘛 信经里面讲 无智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 菩提撒躲 不是说 我得到一个智慧 所以在六子坛经里面 华达禅师 他读 三千步的 华华经 那他有一个傲慢心 所以他见到六子大师不顶礼啊 那六子大师说 你心中有一物 果然被六子大师讲对了 华达禅师说他读华华经三千遍啊 那六子大师说呢 那你你不叫法达 你 你不 你没有 你没有打法 你是被 被法转了 你没有打法 打法就是通达华华经的妙意 叫打法 你你刚好名字刚好倒过来 你是法达 你没有打法 好 那 这个华达禅师说他他没有办法 他他读了三千步法达禅 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六大师不认识字啊 那你读一遍给我听啊 这个华达禅师就读 到时候呢 佛与一大事一年 我一大事一年 开世勿入众生 佛知佛见 六子大师说 好到这边停止 整部法达禅在讲这句话 叫你民心建议建议成佛 你 开世勿入 佛知佛见 你把众生的 知见转成佛知佛见 什么叫众生知见 你看到人家会嫉妒 你看到人家会生气 那这个就是凡夫啊 可是你通过修行以后呢 你不再生起嫉妒心啊 你能够修忍路啊 你能够达到忍住 波罗蜜呢 你的自信的功德就流露出来了 这个叫做求者得之 你只要 既修得显性得 他就恢复了 那孟子讲的第二计划是舍得失之 那如果你 懈怠 不修行啊 你无名烦恼习记 非常的重啊 障蔽信得呢 这个舍就是 你 被解合成啊 我们37年讲说 被解合成啊 那你被解合成 你朋友的信得就失气了嘛 其实他也没有失气 他是隐而不显 他隐藏起来没有显化 这舍得失之嘛 其实你也没有失气 因为我们说再生不争 再凡不解嘛 等到你那天解悟了 你 彻底的放下我执法执的 你明心见心的 那你又恢复了 我 几个比方给各位听 各位就听懂 比如说地藏经里面 光目你的母亲 都在地义 那光目你 就因为很孝顺 他的母亲 就为他母亲发愿 结果呢 后来呢 光目你的母亲呢 就投生到 他的这个光目你家呢 作避你之子 因为光目你的孝顺呢 他母亲才有那个福报 那他母亲为什么斗地义呢 因为他母亲喜欢吃鱼卵 杀生 还有照着一些杀业 所以呢 照着一些杀业生口业 所以堕到地义去受报 他迷了嘛 迷了以后就照业到地义去受报 出生三天就会讲话了 就 光目你呢 就为他妈妈呢 发愿 他妈妈呢 活到十三岁以后 就往生了 因为他什么 因为肉依杀生走呢 所塑腰短命报嘛 就短命了 十三岁啊 因为 有这个孝顺 光目你的 光目你 来帮他母亲喜愿 进孝道 修福德 所以光目你的母亲呢 后来 做被你之子死掉以后 他就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 这个言格讲应该是第三次的 第一次是 是光目你的母亲嘛 第二次就是被你之子嘛 那第三次再来的时候 就出生为范智 范智就是 在印度呢 是一种修行人 修清净心的叫范智 那寿命呢 就活到一百岁了 但你看 他有修行 有行善 有积德 又恢复了 那到第四世的时候呢 他母亲就往生无忧国土 无忧国土是哪里 极乐世界 那就是成佛了 你看 他从斗地义 然后再到 贫贱是身 被你之子 最后左上修行这条路 到最后往生极乐国土 无忧国土 就成佛了 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但是他母亲在造业的时候 那个 自尽本纪的信德 是舍则失之啊 她是赢我不显啊 所以呢 孟子说你求这个 对我们是有利益的 是求有益以得也 求之在我 就在你这一点心 谜跟悟的差别 悟的话就得到 谜的话呢 就是知了 那再下来这一段呢 求知有道 得知有命 这个是 很简单的解释就是说 你求世间财 你要求官位 你要求财富 你用很多方法去求 比如说你去玩股票 买房地产 同样买股票的 同样买股票的 有人股票赚钱 但是99个都赔钱 大家都会算啊 求知有道大家都会算啊 在这边有一个人买股票赚钱 其他99个都赔钱啊 得知有命啊 结果这个人买股票 这个人不是他会算 是他命里有这个福报 所以我在万人念佛以前 有一个师姐打电话给我 我不认识他 他知道黄警官 他打电话直接进来就说 他现在连吃饭钱都没有 他在上班 我说那你在上班应该有薪水 怎么连吃饭钱都没有呢 他说 他因为年纪轻轻的 下去玩房地产 就是不动产买卖 结果买房地产买太多以后 然后在钱滚钱 钱不够再向银行贷款 最后缴不出利息以后 房子全部被查封 查封完了以后 就查封他所有的这个银行里面的存款 到最后变成非常大的一个负债 所以他是从一个珠光宝气的贵户 突然间变成一文不值的一个 他说他自己是非常贫贱的妇女 然后开头跟我讲一句话 不是叫我跟他说佛法安慰 是跟我借钱 那我说我平常没有在借钱给人家 我已经碰两次了 一次是他妈妈是我助恋的 他还来跟我借钱 话了我没办法 好了 那既然我把我手头上有的五千块美金 我全部都送给你好了 我就叫我们连流说你会给他了 我能做的就这样 他说要借十万我没有钱 那这个玩房地产 后来玩到负债累累的 我没有办法他来讲堂 我出去忙了 我就跟我连流讲说 你是不是跟他安慰开导 那我就送给他两千块台币 就说什么 他求之有道 但是得之有命 他命中没有这么多的福报 所以来了以后又走了 这当过路财神 得之有命 那么这些身外之财 孟子说是求无益以得也 为什么说无益以得也 因为有福就会造业 我们佛文里面讲叫三四愿 你如果有钱 你就会去造业 那这一次拼命的修福 下一次得福报 得福报造以后 第三次多得到恶道区 这三四愿 那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要能够像菩萨一样 有福德不受福德 去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去做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布施 到最后三轮体空 那这个钱财对你来讲 非常有意义 你能够拿去帮助众生 起之以受惠 用之以受惠 那这个钱财你就是有福报 但是你没有享受福报 就像陶朱公一样 那个财神陶朱公 就是月王郭建大臣换礼 他离开月王郭建以后 去做生意 引民埋信 改名叫陶朱公 他的财富三进三散 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 三次都步出去的 三次又进来 他命中有这个福报 那这样财富对患理来讲 是怎么 帮助众生的工具 那这样就有意 但是大部分的人 有了财富以后 都怎么样 都迷惑造业 那对身体 身体也搞坏掉了 所以是求无益以得也 求在外者也 都是去外面求财 那么这一段 只要是孟子 开始这个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 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解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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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